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股作价是117块3 那么套现了281.66万元 那么这是王兴基金会 2023年以来的首次出手减持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美团的表现是在下跌的状态 目前是抱在一个110块 最高也见到过114 整个变动大概是有4%左右的一个幅度 那么你觉得说王兴他现在 你看一众科技股都在表现势头不错的时候 这个美团一直都是属于出乎大家意料的 而且还有一些我们评论会认为说 美团重在体验 说这个美团体验它的服务很好 但是股票还是算了扎了 所以想看一下温先生 您是怎么来看美团 包括王兴他这一次通过基金会 要减持的一个这个意图 他这次减持应该说这个价格 金额不能说是非常非常巨大 但是这样的一个行动 这个action你觉得是会带给美团 什么样的影响呢 说实在的那个情况方面 对于那个市场方面 现在市场版本身就脆弱了 现在好多那个内地的那个客王股 其实都很便宜 在这种背景之下呢 任何的那些大股东方面出货 大股东方面减持的那种消息出来了 几回让那个股价方面肯定往下走 其实本身那个是肯定的 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北水好像他们也收到 什么消息似的 他们最近呢 其实本身那些大的科技股了 他们都有沉迪性 比如说好像那个 那个700腾讯 或者那个网易啊 甚至乎那些百度啊 那些他们都有基金流入 倒是没有流入到那个3690美团 那个很奇怪 本身就是好像美团发生什么事情 是的 但市场方面 对于他的那个盈利方面呢 或者那个未来营运方面 好像还是挺有信心的 比如说本身 他的那个盈利预测 今年方面反弹是3.3倍 那个市场方面对他还是挺乐观 那明年方面呢 那个盈利方面呢 还可以反弹66% 那那个也是很大的那个数字 上北极下呢 那个阿里巴巴也好 腾讯也好 他们都是低双尾数字 就是比如说十几 百分之十几而已 那他能够反弹这么多 那对于他来说呢 肯定是一个好事啊 但就是在结一个背景之下 巨岩就是大股东方面减持 那那个对于那个老百姓来说了 或者对于投资者来说了 是不是他知道一点事情 或者他自己看空 那个未来中国经济 后来消费方面没有这么火呀 或者对于他的盈利增长会有没有这么 那个没有这么乐观啊这样 所以变成结果是三十位置了 他都几乎挑战 早期前那个本身六月份方面的地位 因为六月份方面呢就是本身股价了 几乎来到那个一百零九的那个位置 先天的那个地位方面就是一百零一十块二毛那个位置 跟那个本身那个时候的地位没差多远 其实如果是跌穿了一百零九的那个位置了 那肯定在位是那个一百块钱那个基层 所以结果就是未来方面呢 如果是那个美团的那个走势 股价走势了 还是让投资者方面有点压力 就是如果是他守不住 现在暂时来看呢 守不住机会会比较大了 守不住的话呢 那再往下走的那种情况 那个是值得大家投资者方面掛那个小心的 但暂时为止 因为市场预计 他今年方面能够亏损 所以变成了 也有预测食盈率方面出来了 预测食盈率方面 现在是二十六倍 二十六倍算不算高 如果北起阿里巴巴和腾讯来说 稍微高了一点点 但是如果要快转赢的公司来说了 那还算是理解的 所以如果是那个美团 未来那个走势 我自己觉得了 还是小心微妙 如果是109块钱 那个位置丢失了以后 那应该要急损 花节不早算不急损也得展仓 那个是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确实像您刚刚说的 这一轮美团的股价的下跌逻辑 还是比较奇怪的 因为从基本面来看 这个公司好像并没有那么的差 反而在这个科技行业当中 还是算比较好的那一种 比较坚挺的一种 但是呢 你看看这个王兴这一次 带领这个王兴基金会做的 这个确实很奇怪 因为是他出于一个什么呢 就是在国家要大力去 要提振民营经济的时候 包括要大力鼓励大家 要企业回购 要去帮助这个企业有一种 欣欣地回归的这样的情况下 他反而还要去估出 这样美团的一个股份 确实有一种 背道而驰的一种感觉 所以让人感觉 其实他这个行为的象征意义 你说他挣在这里换来两百万 两百万算什么 对于美团来说算什么 对于王兴基金会来说 又算什么呢 其实这个量非常的小 没错 所以说他的这个象征意义 可能要大于他的实际的经济意义 好像像领导打脸似的 因为领导不许不许之前说过 他们不许那些高管方面套现 对 是的 他反过来现在套现 对 套现要求非常严格 对 他敢做这个事情 有的时候也是挺有趣的 王兴果然是年轻人 美团一直都是很能走出 自己风格的一只股票 现在在很 可能几年前 王兴他也算是在社交媒体 包括在这个财经媒体上 他都一直是能代表美团 那一种独树一帜的风格 没错 比较出位的 比较出位 所以这一次他在 刚刚也是政策上宣布了 对于套现 大股东套现 高管套现 有非常严格明确的规定以后 这个算是叫做迎难而上 也可以说是 大家也许对后续 美团能不能走出 独树一帜的气质 也有点期待 因为美团有点不同 美团跟那些平常的科网 因为不同的地方 像是美团有一大批那些地下阶层 就是炒金的那些老百姓 他们在运那些吃的 外卖的那些东西 对 那个人数方面太大了 那如果是真是美团方面 真是出现什么毛病 其实本身对于领导方面来说 也是不好交代 因为很多失业 甚至最关注就失业率方面 那个问题 本身不要再拉高 所以结果是那个 可能王欣就是有点底气吧 他们就觉得 我自己有这么多员工在手 本身就是那个可以坚持一点吧 就这样子 但是我自己还是说 很奇怪 很奇怪 会不会对他 自己对他那个股价方面 有点看不透 我自己觉得 既然我们老百姓都看不透的话 那最简单 如果有获得投资者 那如果他真是跌穿了109的话 那就走 如果没有跌穿的话 就继续买 试试看看 看一看 因为这几天 立委告还做得比较多 那如果是到10月份的时候 因为那些债务很多时候 它是每一季度方面去更新 有些机构方面 可能要用国桥债 或者最近方面 那个基金面方面比较紧张 也的确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上海同一财私 本身两个星期那些 长得很夸张 本身最近那两个星期 就是9月份到现在了 不断地往上涨 涨得超过一厘了 所以本身就 之前是一厘七 我没记错 现在好像到了 两厘多的那些涉水肥 可以反映出来 如果是10月份 它还是怎样跌的话 大家就肯定要走 肯定要清仓了 但如果是 在10月份方面能够反弹 回到那个1.09以上的话 那还可以算好一点 所以结果是什么 结果大家可以不足方面 可以109作为一个分水岭 如果跌穿了109 先减一半看看情况 那如果是真实在往下跌的话 没有好像没底似的 那就可能在100块钱清仓了 但是如果它没有这么差的话 应该仅仅要再反弹的 但反弹方面 我自己觉得反弹的幅度 它没有应该太多 应该仅仅来说 在125块以上了 可能可以去见到主力 所以看看它往后的一直怎么走了 所以今天就已经到了100亿了 可能啊 我估计这个109跌穿 也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所以投资者还是要看看 自己的手中的仓位 事实的时候可能要减轻一些 没错 好的 那我们也是说完 这个就业大户的这个美团 确实有一种传闻说 上学的尽头是做美团起手 所以这个就业大户 这个点位上 刚才温先生给出了一个109的位置 大家要多关注 我们再说一下 临近的很快中秋节到了 11黄金周八天的假期 那么民众到底要怎样出行 然后哪一些股份会比较受贿 像11黄金周之前呢 这个豪赌股下挫 银余最多也跌了4% 金沙也是跌了3% 其实在这个我们看到说 马上就要到黄金周了 反而说这个豪赌股啊 现在都有一种这个波动的状况 澳门当局呢 是指9月份日均旅客是7到8万人次 预计黄金周要突破8月中高位的 14万的记录 那预计酒店的平均入住率要超过9成 房价和疫情前同期要相弱了 那今天整个看到豪赌股都是一片向下 那么您觉得是不是之前的这个利好 已经释放完了 要等到这个黄金周真正看到了一些数据出来 才能有一个回调呢 我就觉得这一波黄金周的那个 那个澳门博彩股的那个走势 的确一样挺希望的 因为经常来说呢 通常怎么吵吵那些长假期 一般来说快到长假期那几天 好像现在那几天 经常来说应该开始有点生地稀量了 那本身是到了长假期 差不多远的差不多晚的时候呢 所以本身呢 他们就是会那个锁定利润 他们一般来说都是这样做 所以过去我们看那个统计来说呢 绝大部分都是这样走 但今年方面很奇怪 就是那个十亿黄金周反过来了 他们都涨不起来 甚至乎早之前那个双顶 那个景色位置都要跌穿 那那个对于方对于那个 比如说刚才您那个 那个显示那个盈雨来说 股价走势会不会一个很利空的 那个情况呢 缩续在的 的确就是有点让那个投资方面担心 如果是经常来说 上一波的那个双顶的那个格局 早期前在那个大概53块钱左右 景仙位置方面在那个 大概46 48块钱左右 那往下跌的话呢 等于就是要到43块钱是很经常的 所以变成呢 如果跌到43块钱呢 那则等于早期前呢 一大偏那个在47块钱 到本身那个60块钱左右 只有那个位置的那些 我们叫卸货 就是那个套牢的那些股票了 可能成为那个债广上场 那个很大的压力 什么时候可能算得来说 比较好一点 王金州那个时候 如果传的好消息 可能有点反弹 那个说不定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情况呢 就是有可能等到那个月底 或者月初的时候了 出那个澳门博彩收入方面呢 才有另外一个看头 因为为什么大家投资的方面 为什么要这样担忧了 因为现在要拿钱出来赌 其实也不容易啊 所以变成了 因为没有那些VIP了 那变成了都是拿2万块钱 出来赌的那些 亏了所有都是2万块钱 那所以市场方面呢 对于赌售的那个状况方面 有点保留 第一是这样子 第二现在好多都是家庭客 家庭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看看演唱会啊 就逛逛街啊 买买手心啊 生肚油 他们那个叫做生肚油 对对对 本身好像来香港这样子 吃吃鸡蛋转啊 或者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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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牛杂盒啊那些 没花多少钱的东西 我好多内地朋友 北京也好上海也好 来到香港第一件事情 就是牛杂盒 所以为什么牛杂盒 什么情况 但是那个对于澳门的收入 对于澳门博彩股来说了 那个是等于收入少了很多 对那个房租也收不了 最重要是赌嘛 赌一把一两百万 对于那些大款来说 其实不是一个什么事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澳门当局 每一次出来的这些旅游数据 都是很漂亮的 但是呢 换化成这个赌收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 并没有转化为多少 就可能 人家以前说啊 这个到澳门 从买手表到买手信 就它也是实现了 一个消费的降级 你可能是为了美食啊 为了门话啊 包括水上乐园啊 甚至是看演唱会啊 这都成为了一种新的潮流 但是你要是说 进了这个赌厅里面 去消费多少啊 这个又成为了一种 小众消费了 对 那也要看一下 这个日后的 对于这个赌收的一个幻化 能有多少了 好 这一节事件 差不多 我们前面去一节广告 广告之后 我们再来聊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